台北今天一開盤沒多久呢 就跌破了這個大跌了 百點跌破9000點 不過隨後呢 全肢股拉抬收盤是跌54點 還好呢 站回了9000點 馬上就連線台信協力 黃文晴協力你好 主持人各位觀眾大家好 協力今天這個翻轉局勢 是不是政府有進場互盤呢 還有這個快要雙十國慶 那這幾天能至少守住9000大關嗎 確實了 我們從上個禮拜五 或者是今天的盤 是很明顯的看得出來 政府互盤的影子跟痕跡存在 包括像早盤這邊 其實跌幅一度超過百點之上 但中場其實看起來 跌幅縮小到只有跌幅四點 跌幅縮小到只有一半 那從巴拉捐商 這個關股捐商進出的 一個狀況來看的話 也看得出來說 外資這邊雖然是賣超 但是巴拉關股逢低 去承接相關這些 外資賣超的這些 所以整個來看的話 短期之間我想 政府這邊其實 戶9000點 這樣一個心態 其實非常非常明顯 那值得留意的是下午 這個四點半 今晚會主委這邊 曾明中先生要 主委這邊要宣示一些政策的力多 那我們 我們知道大概很可能 第四件 這邊如果 射出的話 來看一下 就是說相關的這些政策力多 是不是對於整個盤市 有一些穩盤的效果 因為畢竟如果成交量能夠放大 那整個大盤這邊 其實就有助於換索 那換索的過程當中 其實相對來說 對於籌碼的穩定 是有一些幫助 1 1 2 4